近日,一位在韩国的中国女子因为其父亲去世,需要联系中共驻韩国领事馆开具材料才能让其父亲火化,但遭遇中共领事馆推诿和冷漠对待,发视频哭诉并质问,在韩国的中国领事馆有什么作用? 昨天我爸爸去世了,然后明天是要活化的,然后我们在国外的话也就是需要一些材料了,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去那个中国领事馆,然后去中国领事馆,特别是釜山的中国领事馆,它是常年打不通电话的,然后领事馆的话离我们就还很远, 然后我想打电话问一下,然后好不容易打通,然后那个那边就说,你打一下这个电话,你跟他要是有问题,你就联系那个人,然后我们就跟那个人联系,然后那个人又让我打这个人联系,这样退来退去的,然后这边的那个医馆那个人说,必须要有那个材料才可以给我爸爸付化,然后我就, 然后我真的很无助,要说没有那个的话,根本就对我爸爸活化不了,需要有那个材料才可以,然后我联系也好不容易打通电话,然后那民事馆那边的人说, 嗯,你来也没用,你来的话也不一定给你爸,就是很不在乎的那种那种样子,然后 然后就让我打那个电话联系,然后那电话是常年打不通的, 然后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,我最想说的就是在国外,中国理事馆不是代表中国吗,他们是保护中国通报的,但是他们说话太冷了,然后我问他说,我爸明天要火化,没有那个材料,火化不了,他说,那我不管,反正我基本是不行,你联系那边,然后我问他,我要是去那里到现场的话,他能给我爸吗,他说,那我不知道,什么都不可以, 不知道,他们是,不知道干什么吃的,在这里不知道做什么,他只是一个电话问的,就是打一个电话问就可以,他连这个他都不想给你办 特别让我寒心,真的,在国外的话,唯一的依靠就是中国领事馆,他们说话非常老,他还在穿袖 网传视频显示,江苏省苏州市一辆疑似比亚迪电动车停在路边等乘客上车,却突然启动加速,避过其他车辆撞飞一名交警,诡异画面引发各种猜测,这起异常时间发生在10月29日, 现场视频显示,一辆黑色新能源车停在路边,右侧后门打开,显示有人上下车 当时,一名红衣女性站在车门口,这时,车辆突然启动冲出,红衣女被带倒,摔在路边 随后,这辆车一边加速,一边转向,绕过前方车辆,精确地从两辆车的夹缝中冲过 后续视频显示,这辆车高速冲到路边,将一名交警撞飞 站在路边的一名蓝衣行人,及时躲避,躲过一劫 车辆随后冲上人行道,将一个路灯柱撞歪,车子也因此被卡住 之后的视频中,一名穿白鞋子,深色裤子的行人躺倒地上 旁边两名女子跪地哭喊,当地网民爆料,事发一所幼儿园门口 多名网民表示,从画面判断,这是一辆中国产的比亚迪电动车 当天,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发布通报称,事发无魔路,司机陆某 女,39岁,因操作不当导致事故,共三人受伤,其中二人住院治疗,一人轻伤已回家 因为这场车祸的情节非常离奇,许多网民对事发原因展开竞菜 对于中共官方宣称的操作不当,有人试图给出解释,认为可能是司机停车时没有挂屁当 导致车辆意外滑动时,司机误将电门荡成了刹车 不过,也有人不认可官方说法,认为车子精准地通过前车间隙,不像是司机惊慌失措时的操作 因此,很多人猜测是否国产电车的智能驾驶招货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,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,使疾病无法入侵,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,分野参与栽培两种,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,白参,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、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,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,人参灶带RA、RF、RG3、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,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继续